一天到晚在線上 就是叫別人要原諒的人 也許你們只看到事件的表面 孩子跟家是我很重要的一切 我沒有任何的放棄的心情 我不知道為什麼事情變這樣 但是這樣就夠了 因為他真的受委屈 不要再這樣傷害雙方 柯宇柔2011年嫁給經營日本料理店的名廚郭宗坤 2017年老公被爆頭吃自家女員工 兩週在外過夜三次 卻變稱自己是睡在樓梯間 柯宇柔因此肅請離婚並求償120萬元 雖然郭宗坤一再堅持自己清清白白 2019年一審仍判准離婚 得支付柯宇柔精神撫慰金40萬 謝謝關心謝謝關心 你有動手嗎 有動手嗎 之後勒 郭宗坤不服再上訴 14號法官駁回維持原判 全案人可上訴 高院民事庭審理後 認為柯宇柔婚後使之郭宗坤真實學歷 而且他不認同郭宗坤長期吹噓浮誇的言行 以達難以溝通的程度柯宇柔 看到小孩逐漸長大住家空間不敷 使用考慮郭宗坤財務狀況 因此與母親合力購買新屋柯宇柔 采行夫妻分別財產滯後 郭宗坤就揚言獨居柯宇柔 多次邀約共住新屋 郭宗坤仍拒不同居 對此他未接電話未回訊息 甩不了心夫罵名 倒是餐廳更新了好料動態 他是我的身上最重要的一個 到現在還是 我想也不要去解釋 我覺得這樣多解釋 都是傷害都不用解釋 這就我想就不要再去討論這個 我覺得我現在只是想說 怎樣去讓我的孩子 讓我的太太跟我的心 大家都平行計得的下來就好了 我也不再做任何解釋 就是我現在沒辦法對話 可以柔澤回應 感謝司法 感謝法官 讓我看見公理正義的存在 一二審訴訟 已倉達四年半的時間 現在只盼他能放下 成為合作的父母 我有非常明理的爸媽 對 他們說了什麼 他們那時候其實跟我講 離婚沒有什麼好丟臉 他說 你做好你自己 我們行得正做得對 這沒有什麼好丟臉的 他甚至只是跟我說 你沒有做下這個決定 你下半輩子都不會快樂 在這個過程當中 當然我覺得你說 這樣的事情 會不會影響到孩子 我想絕對是會的 但是我們盡量用樂觀的 也不要讓孩子覺得 他跟誰有什麼不一樣 你不覺得 他們就不覺得 對 其實我覺得 攤開來講 大人的心態還是很重要 你會微笑放鬆 說還不哭讓我走 不休了